大家好 很多花友认为 这个多肉在冬季的时候 因为它的蓄水量非常的少 再加上冬季低温 为了防止多肉产生冻害烂根 那么我们就一定要采用这个断水的一个方法 那么多肉冬季到底要不要断水能不能够断水呢 其实呢多肉冬季要不要断水 我们主要是要看两点才能够决定 首先第一个我们就是要看品种 那么在寒冬气温特别低的情况下 如果你的多肉是这个下行种 或者是春秋行种的多肉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给它进行断水处理 因为这个时候呢 气温特别的低 长期处于低温的情况下 多肉还处于这个休眠的状态 根系根本就吸收不了多少水分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断水 这样避免根系腐烂又能够避免冻害 但是如果你的多肉是冬季种多肉 也就是说它在冬季还是能够生长多肉 那么我们就不能够给它长时间的断水 长时间断水它的根系呢 它要吸收水分 如果没有水分来吸收 就会出现这个根系干枯的现象 所以呢 这就是第一个要看品种来决定 到底要不要控水 那么第二个就是要看养护环境的温度了 如果你把多肉移入室内来养护 特别是北方的室内有暖气情况下 温度比较合适 有十几二十几度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的多肉呢 它在这个温度环境下 它还是能够正常的生长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肯定是要浇水的 如果不浇水 它就会因为缺水而导致根系干枯 影响到它后期的生长 浇水的话呢 一定要保证环境的通风透气 最好就是选择在晴朗的中午来进行浇水 不仅可以浇水 我们还要给它适当的用肥 用肥的话一般都是用这种多肉型的这种全营养水融肥 因为多肉的话 我们不能用一些含氮量比较高的肥料 也不能用一些通用型的肥料 因为这些肥的话呢 含氮量相对比较偏高 可能会导致多肉土长 而这种多肉型的全营养水融肥的话呢 它的甲含量非常的高 甲含量非常高 不仅可以让植株更加的健壮 还可以增加体内的纤维素的含量 可以增强它的抗动性 所以呢 多肉到底要不要在冬季的时候给它断水 其实关键还是在于它是什么样的品种 还有你所处的这个环境温度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